刪除圖就刪掉它 所以其實這個裡面的程式基本上就只有三行 主要是這一個 我剛剛講Active 目前的工作表裡面的這個Charge Objects 裡面所有圖 因為只有一個 所以刪掉一個 但是如果你今天假如說沒有做邏輯判斷的話 你就直接刪除 像這邊目前沒有圖 你按3它會出錯 但是因為我做邏輯判斷 你會發現這個沒有任何作用 因為就跳過了 主要是因為有這個邏輯判斷 但如果你這個地方邏輯假如說沒有加的話 像我把它註解掉 這個頭跟尾註解掉 如果假如說上面下面沒有的話 沒有做邏輯判斷 你按刪除的話 它會出現一個錯誤 它會出現什麼呢 執行錯誤 1004 1004通常指的是找不到這個物件 只要是物件 什麼物件找不到呢? 找不到的應該就是這個Char object 因為呢 在這個工作表 有沒有 ActiveSheet 這個工作表裡面呢 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以上的這個什麼 圖表物件 所以你要delete掉它找不到 OK 所以它要跳1004 所以意思是這樣子 當然一般習慣就加一個邏輯判斷就OK了 其實這個當然如果是聚集 其實裡面 當然它會提供一些基本該有的東西 可是還是要做蠻多地方的修改 而且在 當然修改邏輯很多是一樣的 可是喔 換一個地方 可能還是要再 稍微知道該怎麼去修改的一些技巧 因為我自己還是跟那個 你使用VBA的功力還是有點關係 因為如果你知道說哪邊修改 改一下應該就可以過的話 那很多地方就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完成 像那個我們之前有用到樞紐分析表 其實樞紐分析表可不可以錄製聚集 可以自動產生是絕對可以的 只是說也要改 OK 而且要改對地方 因為有些地方如果你改錯的話 當然一樣會卡在某個地方 像那個 其實最容易發生錯誤的應該就是 它錄製下來的東西 通常會多出一些 像我們之前有錄製的 比如說像多出哪些東西 我看我之前有沒有把它 這個 這個啦 類似像這個 它一樣會 會幫你跟你講 對嗎 它一樣會跟你講 這個錄製的 只是說哪一個 upject後面呢 它錄製的時候 會用固定的那個名稱 可是問題是 你現在插入這個名稱是圖表20 可能你刪掉之後 下一個就21了 那所以如果你程式在執行 它就找不到20 OK 那怎麼辦 所以這個地方恐怕要想個辦法 讓它可以 不要以後就是找那個什麼 固定的那個名稱 所以通常 錄製聚齊的話 第一個 可能要把名稱 改成什麼 改成其他方式 比如說改成它的index 它的所影值 第幾個 比如說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可能要確認 就是不要用固定的名稱 可以用它第幾個來敘述 有沒有 比如說你刪掉之後 那再加一 就一定是第一個 所以你這裡面的話 你其實可以改成什麼 比如說改成一 這樣的話 它就知道 你的 在這個圖表裡面的第一個 它就會找得到 或第二個 第三個這樣子 你如果知道你動作 它可能會第幾個 你可以可能它再修改這地方 另外還有其他的 像我們其實還有刪掉一些不應該有的 有沒有 那這個可能 細節部分的話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試試看 然後再也許 踹踹看吧 裡面 有一些小技巧 還有一些經驗在裡面 像剛剛這地方 我們把 如果我今天把這個 判斷 那個哪一個 總共數量的話 那我可以用 這個 像這個也是 什麼 也是透過經驗 知道說該怎麼做 像點count 有沒有 所以因為我 很多地方都一樣 我要知道說到底 這個工作表裡面有幾個的話 其實都是點count 不管是不是用那個 其實別的也 樞紐分析表其實也是一樣 如果樞紐分析表有物件的話 點count也可以知道有幾個 幾個樞紐分析表 如果假設沒有就跳過 這樣的話就不會造成錯誤 另外這個是組合圖 按下去 自動把這個給做出來 那這個部分的話 組合圖 我們上個禮拜一樣是做 錄日聚集 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我們一樣先把這個範圍先選起來 選完之後 插入什麼 插入 我們原來是插入一個直條圖 但問題這個直條圖 第一個 它的那個什麼位置不對 還有大小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你要怎麼調整它的位置跟大小 第二個的話就是 它這個裡面還有哪些 比如我可能要調到這個位置 放在這裡 然後把它調這麼大 嗯 這個怎麼做 當然 以後如果說 你不希望圖法列鋼每次都重來一遍的話 那把它寫成程式就好了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 在這個上方 在這個 我習慣是點我要變更的這個 我要變更 假設我要把氣溫怎麼樣 因為 裡面 之所以 會看起來不是 就是呢 尤其是那個什麼呢 氣溫部分 因為你會發現 因為氣溫 它最大 也不過是大概29 29 等於30給它就好了 那最低的話 大概就是多少 大概16吧 可是問題 如果我今天跟降雨量放在一起的話 那降雨量最高 可能到快要到400 有沒有 400跟30相差太多了 所以理論上應該 要把他們兩個的數字分開來 所以 我們其實上禮拜最重要是 把這個圖表 再增加一個所謂的負軸 OK 那負軸的話 可能就是從0開始 這邊可能要到30 然後呢 這個 氣溫部分的話 是根據負軸 然後呢 降雨量是根據主軸 所以 這樣分開來看會比較清楚 所以我們當然是把這個動作 先點這個氣溫 一般習慣是點 點一下 然後按右鍵 按右鍵之後的話 再去修改什麼 它的資料 數值格式 按右鍵 應該是變更 應該是變更那個 圖表類型的樣子 我記得 對這裡 所以喔 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是把這個動作 錄製成具體 然後 特別說 這個很重要 因為可能 不要說寫程式啦 動作有時候找不到 那就麻煩了 裡面你會發現呢 它會多一個叫組合式 就這個東西 關鍵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其實最關鍵是把這個地方改成 副座標軸 這個打勾 OK 然後這個打勾 打勾之後 你會發現 它就會長這樣 如果你只要按確定的話 它會變成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 它跟它雖然軸不同 但問題 它的位置是一樣的 所以會變成把它蓋掉了 就是氣溫呢 跟降雨量 都放在同一個座標上面 所以這樣子的話 變成 降雨量好像就不見了 那怎麼辦 一般習慣 就是會怎麼樣 再把它改個圖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 這個地方可能要把 兩個都不能用同一個圖 如果你用同一個圖的話 就互相蓋住了 OK 那特別注意 組合圖 組合式的這種圖 大部分呢 都是 大部分 會用到 大部分都是 像這種 氣溫跟降雨量 它們兩個數字 差距太大 那會把它分開放 可是如果兩個 差距沒那麼大 你不要說 那麼多式 兩個明明都是氣溫 那你還要一個 一個主軸一個負軸 那這也是多詞一舉 通常是指的 如果你要把兩個資料放在一起 但是它們的 之間的數值 相差太大的話 那你可以一個主 一個是負 OK 那最後的話 可能還要再做一件事 就是把它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的那個 圖的部分的話 把氣溫也換一個 你不要用直條圖 你用別的都可以 一般習慣 你會發現 現在很多那個 網路上 人家 電視上面 很常有人要 借一些 講解一些資料的時候 都習慣用直條圖 配合什麼 配合折線圖 而且那個折線圖 通常是 有那個什麼 有資料的折線圖 有沒有 資料標記折線圖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上禮拜主要把這個加上去 按確定 OK 就出來了 OK 所以這兩個 那後面的話 其實我們只是怎麼樣 把它錄製成去集 有沒有 然後再做程式修改 所以錄下來之後的話 OK 然後再來 修改這上面的標題 並且 增加底下的這個圖力 所以後面還有再增加什麼 這個 把這個標題也去改成什麼 台北的 這個氣溫與降雨量圖表 那底下的話增加這個 這個叫圖力 OK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按一下 自動就直接完成的話 那大概改哪些地方 應該還有印象吧 其實我們把剛剛的程式錄下來了 錄下來之後的話 來做程式修改 改哪些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是上禮拜講的重點 有沒有 第一個 這個錄下來的 我先把他上禮拜錄下來的 應該是 放在 這底下 把重點 回顧一下 這個是做好的 那 首先的話 有幾個比較特別注意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說 它的大小跟位置 其實原來錄下來的話 其實沒有 這個 這個東西 後面其實 你們錄下來的話 其實只有 add char2 然後它的圖部分 並沒有坐標跟大小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增加圖的話 第一個一定要修改的 就是它的坐標跟大小 今天如果沒改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把這個刪掉一下 把它點一下 你會發現它 坐標不是在我要的位置 大小也不是我要的大小 所以呢 特別特別注意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會這個方法的話 其實以後呢 你就可以很快的 把你要的報表資料 看你多很多個報表範圍 你就可以快速選取 快速會是很多大量的 旁邊的圖 那 重點喔 特別注意喔 就是我剛剛加的那三個參數 四個參數 首先的話 哪四個參數 第一個 我要把這個點 左上角這個點 移到哪裡 移到這裡 這個點 放到這裡 那特別注意喔 一般的話呢 在那個 VBA裡面 它 定義坐標的話 一定只會抓的 就是左上角那個圖 左上角那個點 左上角那個點 那它其實有兩個 兩個參數 兩個屬性 一個屬性 是什麼 哪一個屬性 是決定橫向的 橫向的話呢 特別說 橫向的話呢 那它的這個坐標部分 它會抓一個屬性 叫Lapt 第二個的話呢 垂直部分呢 它有一個屬性叫Top 所以我只要抓到 這個位置的Lapt跟Top的話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位置移到這裡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決定寬度 那寬度的話 特別注意喔 無論是這個圖 或者是這個儲存格 都會有一個屬性 叫做寬度 寬度英文叫Width Width 所以我只要 假設我希望 我要放 大概就放到O這邊好了 幫我把它放寬度 放到這邊O 那O剛好幾籃的寬度 1 2 3 4 5 6 7 8 9 剛好10個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的寬度 乘上10就可以了 另外的話呢 一樣 高度有一個屬性叫Hight 那我只要怎麼樣 我只要知道儲存格的高度 有幾個儲存格 總共有 我放的話從這邊好了 第二列到第15列 14個 所以乘以上14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做一個動作 當我這個圖出來的時候 第一個 放到這個點上面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寬度部分的話呢 要剛好是這個儲存格的10倍 高度的話呢 是14倍 誒 誠實該如何寫 這蠻重要 如果你會寫 而且懂得會變化的話 其實在那個VBA裡面 只要跟圖有關的 通通都可以同樣的方法 非常好用 OK 非常重要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 錄製下來之後 你只要改什麼 改這個地方 叫 Active Sheet 它它後面的話一定有Shape 就這個一定會增加一個 一塊圖 然後讓那個 這個你的圖表 add的進去 放進去 所以它有個動作 add chart2 然後呢 後面它會增加 這兩個其實就是 圖表樣式 就是直條圖 這是什麼 Column Cutter 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 這兩個 如果你不太確定按F1 也可以啦 我前面講過啦 其實按F1 都會有很多的官方參考 你想說老師 你怎麼會知道 其實就一招 就F1 為什麼 F1之後 其實都很多答案出來 只是說 可能我在閱讀這個上面 的經驗比各位豐富一些些啦 OK 然後呢 我大概比較知道 原來這裡面 它 前面兩個是樣式 可是很奇怪 我覺得這個樣式 這個也是樣式 Type 到底這兩個什麼差別 這個可能你們自己在 反正我先不管 反正就把兩個 當一個看待就好 OK 然後呢 這個是左 這個是上 等於是坐標這兩個 這是寬 這是高 最後有個New Layout 這個我基本上還沒用到過 如果你想知道細節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參數 在帶的方法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 底下到底是什麼意思的話 它會針對 1 2 3 4 5 6 7 裂在底下 這邊總共有七個參數 有沒有 底下的話呢 也會有七個參數的說明 所以上面是一個想像是 上面是一個你要帶參數的一個公式的方式 底下是細節 有沒有 第一個 這個樣式的說明在哪裡 就這一個 不過你會發現它滿奇怪 這邊叫樣式 這邊又叫Style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你為什麼這邊叫樣式 這邊叫Style 當然對我們來說我知道 這是有的有翻譯到 有的沒翻譯到 對初學者來說 這什麼東西 上面跟下面好像不一樣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上面它就是在下面說明的意思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吧 這個的話是在這裡 你看這邊叫左 這邊又叫Depth 這是什麼東西 你為什麼 不乾淨你全部英文就全部英文 你上面叫中文 下面就比較英文 這這這這 所以 滿多可以挑毛病的 所以我常說這個官方的 而且喔 以前舊版的翻譯反而比較好 以前在2007以前 它不是放在網頁上 它是獨立另外一個說明 說明的文件檔 它是獨立的 它不用連上網路 但之後它把它跟它連上網路 那反而舊的有些會有這種問題 新的反而會有這種問題 我不知道喔 那這個 那你會發現喔 這底下都相關說明啦 還有什麼呢 寬度有沒有 寬度跟高度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有沒有 圖表的寬度 圖表的高度 然後Tab 以點為單位 這邊都有啦 什麼叫點 它這邊還有說明的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點進去 什麼叫點 點進去 有相關說明 點的話呢 是叫什麼 七十二分之一英寸 通常會以點為單位 測量字型大小 有沒有 像我們現在幾點啦 像那個字的大小 有沒有 十二點 那個後面其實是有個單位的 點喔 那點的話就是七十二分之一英寸 就是唯一點 那多大呢 好啦 反正知道就好了 OK喔 所以以後當然除非你去考證照 或者考試的話 才會考這種 選擇題 什麼叫點 其實這些其實都可以拿來考考試的 可以出很多題目 只是說 剛剛考試我是覺得沒什麼意義 最重要是寫得出來啦 發現很多人很會考試 但是寫不出程式來 那當然沒什麼意義啦 那我就考那個官方原廠證照 都考選擇題啊 而且都考英文的 考完之後我發現 很多人 其實我發現最 花最多力氣還是在看英文的 因為全英文的 反正我不知道我在考英文 還是在考電腦 OK喔 所以花最多力氣還是在考英文 那當然 因為微軟他是美國公司嘛 所以他就是都是考英文的 OK喔 除非說國內有那個相關證照 就是考試的方式不一樣 其他這個你們可以自己再稍微了解一下 也就是說以後呢 你錄製完句集之後 假設你要進一步了解 其實很花時間喔 你就要一步一步喔 不是說錄完就算了喔 每一個字每一個字你都要知道啊 所以很多人為什麼寫不出程式來 因為都直接這樣寫過 錄完錄完就 給他執行一跑就錯了 錯了之後也不知道錯哪裡 為什麼 因為太多地方你根本不知道 到底他是做什麼事情 所以一定會發生錯誤啦 改內不知道怎麼改 那我們是每個地方都知道 每個地方都一定是完完全全掌握 那當然我完全掌握 我自然而然我可以 就可以 我想做什麼 我就可以做出我要的效果出來 OK 特別注意喔 其實答案都有喔 你按F1都查得到喔 所以喔 基本上 剛開始大概每個地方都給他 因為每個地方好像都不知道 但之後都大概都差不多知道了 所以就不用一直按F1 那裡面的話還有這樣Style 這個Style什麼意思 這邊有一個超連結嘛 XL Chat Type 這邊有 然後裡面的話也是這些啦 有沒有 那所以我們剛剛是什麼 2011嘛 2011的底下也有啦 所以他 可是問題他你會發現喔 他這邊有一個尺有一個名稱 其實一樣的東西啊 那為什麼要分兩個 那真的很奇怪 一定要有兩個 這可能你們再看看 我理論上我是覺得一樣的東西 我就不特別去了解 主要是這個 這四個參數 那這四個參數怎麼加 首先的話我剛剛講過 坐標部分喔 第一個我希望把這個移到這裡來 怎麼移到這裡 這個移到這裡喔 那其實第一個坐標 因為我要在這邊加它的坐標的話 移過去喔 那我其實呢 就是在這邊加兩個參數 坐標 把這個點放在哪裡呢 這一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呢 我可以用Range來指向它 Range的左上角的點 請你幫我把它移過去 那這個動作的話呢 你就打一個Range 我要去 你根據Range喔 然後它的那個什麼呢 F2的那個儲存格 然後呢 它的左邊那個坐標 Rant 所以會抓到這個點的左邊的坐標 這水平的位置 第二個的話呢 根據呢 那個RangeF2的Tab Tab就是垂直的坐標 OK這樣就好了 我們先做兩個了 其實加兩個參數 意思就是把這個坐標的值 帶到這邊來就好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我先把這個圖先刪掉一下 那我再重新再跑一下 這一段程式 有沒有 這個 這一段啊 本來它是放的坐標是中間 有沒有發現 它現在有沒有 第一個喔 它就把這個坐標 因為我加了這兩個行 這兩個參數 它就會根據什麼 放在這個位置 OK有沒有 再來的話呢 然後 這個 底下當然就跑那個Source 有沒有 底下就根據 那個 其實這個副軸就是這一行 有沒有 然後增加那個什麼 把它增加成那個優點的折線圖 就是Markers Lie 有沒有 其實就Lie Markers OK 那底下的話就是變更上面的字的大小 然後 這個 字的顏色 還有 還有 要不要 圖力要 就 HiveLegion要 然後並且 這什麼 把那個圖力放在底下 圖力放在底下 就這個 OK 但是你會發現 後面有做出來了 所以 第一個 位置做出來 但是後面還有寬跟高 怎麼做 太擁擠了 所以 後面還希望增加兩個參數 就是從F到O 總共這邊有10個 藍 列的話 剛好14列 乘上14 那可以根據什麼 根據這個 這個的寬跟高 OK 所以後面的話 我再把這個刪掉 刪掉 OK 然後呢 如果要根據什麼 剛剛講的 就是那個什麼 Range F2的寬乘上10 就是 痘點 其實你可以拿這個Range 把它複製過來 這樣拖欄一下 點一下之後的話 如果你要取得它的 高度 應該是先寬吧 寬的話 就W 那你不用背 如果你實在Wis背不出來 你打個W 它會出來 Wis 然後後面的話 它的寬 就是那個儲存格寬度的10倍 10倍怎麼寫 乘上10 就好了 OK 痘點 然後呢 那個儲存格的高度 那個儲存格 就先再把它複製過來 放在痘點後面 點什麼呢 點害者 當然你如果不會拼那個害者的話 沒關係啦 至少你要記得開頭是H H 然後它應該是什麼 有沒有猜應該可以猜出來 害者是哪一個 這個喔 OK 你如果背不出來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VPA有個好處 點一下嘛 總會有參考 除非你自拼錯了 然後呢 點兩下 這個是列高 那高的話呢 乘上多少 乘上14 因為我們剛好 這邊要有14列 有沒有 從這邊到這邊14列 好 那做好之後的話呢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了 其他都不要改 所以呢 其實主要是改 四個參數幫它加加 其實基本上就是利用 總共有四個屬性 四個屬性的話就是F2的這個 它的什麼呢 它的左邊坐標 上面坐標 跟它的寬乘10 高乘14 好 這樣跑出來應該就OK了 所以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做出來應該就是符合我們要的 有沒有 欸 畫出來有沒有 剛好就是這個10個寬 14個高 圖就OK了 所以特別是有同樣的方法 你可以用在非常多的地方上面 這招真的還蠻重要的 OK 也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配合你 是有上面的儲存格 你要放哪個儲存格的位置 通通可以按照你想放的方式放上去了 所以 等於以後可怕什麼 你可以左邊放資料 右邊放圖表 馬上螢幕了然 對 甚至旁邊還可以有按鈕按下去 老闆你想要看什麼 甚至可以用下拉式的讓它選 你要哪一種 沒關係刪掉重來 我馬上可以畫出來 你是要按照哪一種方式呈現 是按照時間呈現 那我就時間呈現 日 週 月 季 年 一下子 你看可以看到比如說氣溫 最近幾年的氣溫是上升還是下降 有沒有 如果你有歷史資料的話 你可以看到 到底那個聖音現象是真的還是假的 有沒有 OK 你可以氣溫馬上就知道了 降雨量 到底最近 最近不是說南部缺水嗎 到底多缺 不知道 但如果你用那個折線圖一畫 真的 本來那個降雨量這麼高 突然降這麼低 像 昨天有看一個新聞 那個什麼中溫水庫啊 居然變成一個高爾夫球場了 為什麼 因為沒有水 然後以為遠遠一看一個高爾夫球場 其實不是 是一個水庫 因為裡面都沒水了 水跑去哪裡 因為沒有下雨 可是北部 最近幾天 幾乎下大雨啊 對不對 所以 像我昨天是源治大學 哇 出大太陽 對 回家 又下雨了 這感覺好像很妙 到底是 同一個 其實沒有很遠 但問題就是感覺 這氣溫實在差太多 但我們如果想要預知說 未來到底它的趨勢 你可以用歷史資料去分析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上個禮拜 那個 組合 尤其是最重要的是這個地方 雲端白板的第十頁地方 總共這幾個參數加上去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這個程式太長了 比如說我們可能要向右拉 拉過來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在這四個參數的 豆點的後面加一個空白 你不能直接Enter 你Enter就錯了 那你可以怎麼樣 如果你要Enter之前 記得在豆點的後面的空白 空白後面加一個底線 再按個Enter 它就會把上面一行跟下面一行當同一行 這個滿重要的 主要就是你程式太長了 如果你沒有把它折行的話 那這樣閱讀下面不方 我的習慣是這樣 再按個TAB 表示說 這個參數是跟著上面這一行 它的下面 所以特別重要 在空白的後面加底線 才能按Enter 試試看 把那個 組合圖部分 再稍微複習一下 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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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